凶狠强悍的女大佬一觉醒来 居然有一个酷敬十足的老公 英俊的长相 健硕的身材 不管这老公是真的还是假的 先抱大腿再说 因为他失忆了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就躺在冰冷的病床上身负重伤 谁料居然有仇人来追杀 他下意识地闪躲 两秒便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下一秒他挥舞着手术刀将黑衣人解决掉 没想到身负重伤居然还能伸手如此敏捷 他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这是另一名黑衣人顶住他的脑袋 十分感谢你解决了刚才那个家伙 这样赏金就都是我了 女人以无力反抗 只是想在临死前知道自己是谁 可黑衣人却觉得没有义务向他解释 下一秒砰的一声 黑衣人倒地 你竟然被这种小喽啰威胁 看来是伤得很重了 一个帅气男人出现在病房将他救下 你是谁 居然能把我忘了 我可是你老公 这结实的肌肉 英俊的眉眼 没想到我居然有这么帅的老公 男人一脸苦哈哈 什么 下一秒他娇滴滴地扑进男人的怀里 你怎么才来救我 亲爱的 然后用力蹭他那宽阔结实的胸肌 老公老公地叫个不停 这个女人脑子是坏掉了吗 没想到说了就信 可他知道自己此刻的体力 已经不足以抵抗任何人 何不抱这个男人的大肚 下一秒伤口因为打斗地崩开 他突然晕倒在男人的怀中 救我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 我会乖乖听话的老公 这个女人怎么了 他曾经是高傲难以靠近的女大佬 别挡着我的路 不然我不能保证做出什么事来 而他也从不是那个会乖乖听话的女 如今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只有永远睡过去才会乖乖听话 一觉醒来身边就多了个酷敬十足的老公 下意识地让他老脸一红 可还是忍不住怀疑这真是自己的老公吗 不管怎么样 昨天是他救了自己 就在他昏迷时 那黑衣人突然起来偷袭 男人精准狠地将他掉头 能死在布星野手里也不算丢人 可在没有查出幕后指使人之前是不会让你死 这时两名手下闻声等到 老大没事吧 女大佬要怎么处置 这毒妇还有一口气 何不趁机掐死他 可男人却让他等到 昨晚他打伤了部分兄弟而且还杀了脱子 满心的记恨让他不能控制 想立刻将他解决掉 顾星野脸色突然暗沉了下来 我说他还有用 女人仿佛沉入了海底 耳边传来呢喃细语 在黑暗中有一股温暖的气息将他包围 寻着那令人安心的温度 他终于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他猛地睁开眼睛 身边还多了个酷敬十足的老公 可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掉让他面红耳赤 下一秒就变脸 满脸崇拜地喊着老公 男人却询问他有没有记起什么 可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男人捧着他的脸颊 你叫立渊是我顾星野的老婆 你身受重伤还能反击杀手 这么厉害的女人 有我这样一个平庸的老公你不会嫌弃吗 他连忙表示感谢还来不及怎么会嫌弃 本想让医生来查看他的伤势 可因为他伤口突然刺痛 男人直接脱下他的睡裙 我来处理就可以 别紧张 我们早就是夫妻了 就连你背后的纹身都是我亲手纹上去 身体的每一处肌肤甚至最隐秘的地方都两如指掌 男人轻轻将纱布卸掉 嘴唇不断地在他的身体上侵慕 明明说不痛可他已经疼痛难 还说不是第一次 男人的舌尖在他的耳朵上划过 难不成你想起了什么 可自己确实没有任何印象 但是这八块腹肌给我上腰倒也不排斥 紧接着他有些不耐烦的询问 还要多久 真是可恶自己就这样光了个身子 感觉全身都在发热 原来这个男人是在试探我的反应 上要是假试探我才是真 那我就只能继续配合他眼下去 随后又查看他头部的伤口 别担心一会吃完早饭会有医生过来检查 虽然自己什么都不记得 但感觉这个顾心也对自己并无恶意 但也不能放松警惕 女人一觉醒来身边多了个酷劲十足的老公 结实的肌肉上挂着大金链子 最主要的是还对他一脸宠溺 看在这头位自然的份上 这老公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他的餐具都是塑料的 他对我是有戒备的 就连老公的小弟们看上去也对我有意见 于是他决定试探一下 立渊伸手就要拿对方的刀叉 男人一把将他的手拽住 就说这世上哪有帅气老公真心爱我这么好的事 下一秒他装作傻白甜 人家只是想切下培根 塑料的刀叉搁不动吗 男人的表情变得严肃 是我粗心大意了 这应该事先帮你切好 立渊不敢反驳 看着老公身边的手下对他戒备深言 基本可以确定此人并非老公 最坏情况推断恐怕是敌对 若是敌对为什么还留我到现在 当务之急是要查清他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这时外面一颗子弹飞了进来 男人下意识地将他保护起来 他也随手抓起那打岔以备用 就在这时俩人躲在角落 男人身边的手下都在交战 只要现在用手里的刀刺进他的身体 还可以趁乱掏出这里 下一秒一颗子弹飞了进来将玻璃砸碎 他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前面身负重伤 为什么要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我 难道他真是我的爱人 外面的女人站在树上大声呼喊 立渊我知道你在里面快给我滚出来 随后又发射一枚子弹 出来立渊 谁料那看似杀伤力极强的子弹 居然是是橡胶做的 难道是顾星也在试探我 幸好刚没有动手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比人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 却因为一场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 可当他翻看衣柜 发现各种JK制服不经傻眼 这些当真都是自己以前的风格吗 清晨他与自称老公的人一起共进早餐 却遭遇外面的突然袭击 是他的手下为了救他不断往里面发送橡胶弹 二当家的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得撤了 不然顾星也的人拿着针枪就追上来了 就在松罗想坚持一下把冤解救出来时 一颗针子弹从他的耳边划过 再不走真的要没命了 于是几人逃到一处废弃的厂房躲避 手下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救他 他拿出布局图给大家上课 今天制造的混乱以冤解的本事应该能逃出来了 若不是刚才你们太逊了 冤解早就逃出来了 这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弟猜测冤解是不是已经遇难 松罗让他闭上了乌鸦嘴 以他的身手那些人还动不了他 因为在松罗的记忆里 他一直是无人能及的女大佬 性感的身材配上一头长长的卷发 再坏的男人也会对他毕恭毕敬 冤解宁犯不着为了一个黄毛丫头跟我们生气 他父亲欠我们的钱 哥几个只是长了的仙而已 可他一向是正义的化身 你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废物吧 松罗这就是你的噩梦 看他像狗一样求饶还有那么可怕吗 是他教会松罗变大变强 从此以后他便下定决心效忠于冤解 而此时他的冤解已经失忆 温柔的像只小绵羊在为自己的老公上药 当看到布星野身上一处很深的伤疤时 他突然愣动 怎么了 在男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担心 那表情像是在试探是否真的失忆一样 为了不让男人怀疑 他秒变迷昧 我在欣赏我老公的完美身材 随后男人带他来到衣帽间换衣服 正好他去寻找下俩人是否有一起生活过的痕迹 可打开后他彻底惊呆了 除了JK制服 就是罗里风格 还有一些穿了等于没穿的内衣 只有一件白T是正常的 这难道真的是自己以前的风格吗 顾兴也询问他有没有记起什么 还说那些衣服上有两人珍贵的第一次 真是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 穿成那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这个女人天天担心被亲夫谋害 即便在遭遇危险时丈夫将她护住 她也没曾放下戒备 可丈夫却为了她的病情特意找来医生查看 并为她开了一瓶没有标签的药 更让她惊恐 回想年少时她委屈巴拉在漂亮姐姐后面做跟班 女人真是麻烦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我又不是只给自己买 里面也有给成书的礼物呢 她看不上姐姐一副马屁精的样子 而漂亮姐姐为了奖励她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便从袋子里掏出一件白T恤 这件是送给你的 她看到后忍不住满眼帽星星 送给我的 下一秒便死鸭子嘴硬 我可没那么容易讨好 就算送我礼物我也不会跟你做朋友的 可她却随口一句收下我的礼物 以后就要做我的老公 嘴上呸呸呸嫌弃的不行 这件衣服我一秒都不会留到家就会扔掉 可十年过去了这件衣服一直被她撕藏在衣处 然后指着那件白T恤说 深刻的回忆 女人看着眼前的内衣满脸干大 是因为这件衣服特别省不了 所以意义深刻吗 那件内衣出现在眼前 使她立马捂住了脸颊 这些衣服都是霍君泽那小子搞来的 其实我们不常住这里 只是这边郊区相对安全 所以就让她帮临时买些衣服过来 立元招牌是假笑 没关系的 我猜他们也是想促进我们感情 这时顾星也看到她手指上面的伤还没有痊愈 担心绑着不利于伤口愈合 便说有个方法能让伤口好得更快 下一秒便直接亲吻上去 这样 这该死的带有侵略性的荷尔蒙气息 令她无法抗拒仿佛坠入爱河 不敢相信这一切是那么真实又缥缈 这时不长眼神的小弟突然闯入 大哥大嫂 医生已经在楼下客厅等候了 大哥老脸一律 知道了马上就去 医生从片子上看是外伤导致了脑神经损伤而失忆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损伤不严重 短则半年长则两年便可自行恢复记忆 立元表面风平浪静 心里却盘算着两年会有多少威胁 她看着眼前陌生的丈夫 决定还是要快些找到她的真实目的才行 随后丈夫出去送医生俩人在门口多聊了几句 她便在玻璃窗内暗自观察 下一秒医生将一瓶没有标签的要塞进了丈夫的手中 他要为什么不当着我的面说呢 就在顾兴也回屋时 他连忙上前询问 男人毫无隐藏的拿起那瓶药 没什么就是给了这个 医生说这个是滋养脑神经的 有助于你恢复记忆 来先吃一片吧 这个女人天天担心被亲父谋害 只因医生没有当着她的面开药 她就找各种理由拒绝吃药 于是男人便直接将药放在自己的嘴里 然后亲自用嘴头喂 医生走后 丽渊就对那瓶没有标签的药打探的没完 这个药是治什么的 将自己心中的疑惑都问了出来 察觉到她有些过于敏感 下一秒便靠近她的耳边低声说道 终于想起来这是毒药吗 听见这话她直接花容失色 顾兴也玩味一笑 开玩笑的了 丽渊眉头紧锁显然是没有从惊吓中出来 我可是你亲爱的老公 怎么会害你呢 这时丽渊的脑海闪出一个想法 若他真的想杀我早就动手了 除非他是想将我变成傻子 想到这里脑袋突然疼痛男人 可是以前的记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但这个顾兴也绝对是有问题 男人见他脸色突然苍白便将他扶到屋里休息 然后再次提醒他睡前记得吃药 他没有回应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男人 怎么还不想吃吗 下一秒他开启瓶带 直接将要塞进了自己嘴里 然后突然靠近他 难道要我亲自喂你吃吗 眼看要到嘴边 他将头扭过 我不吃 这个表情像极了从前的他 那个高容无情的样子 我不用你帮忙 下一秒他像疯了一样抓起他的双手 然后将要强制地塞进了他的嘴里 紧接着便肆无忌惮地向下撕咬 随着他不断地发力 背后的伤口也被撕裂 男人突然停了下来 对了这里有伤 然后温柔地询问 还疼吗 抱歉刚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没有控制住 你先休息晚点叫你吃饭 顾心也走后他百思不得其解 刚他那样竟然能忍得住 还担心我的伤 我们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 却因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 可身后的保镖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他只是从座位上站起 就被保镖骑刷刷拿着家伙对着 你们别紧张 我就是去个厕所 得知立渊被顾心也就走 黑衣大佬发了火 你们这群废物 黑衣人为了将功补过 已经安排下属潜入顾心也的别墅 找机会就能解决掉那娘妈 你们最好做的干净利落嫁祸给顾心也 这样朱雀堂的那帮垃圾 一定会找顾心也报仇的 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力 而受伤后的立渊 已经在顾心也的别墅休养一个星期 让他感到困惑的是顾心也去商会处理事务 却在家里安排一群鸡肉男看守他 这种群山一般的凝视 让他感觉压力山大 他只是站起来 身后保镖就会觉得异常紧张 然后齐刷刷拿着家伙是对着他 你们不用紧张我就是去个厕所 不被十双眼睛盯着 才能让他静坐在马桶上思考 总感觉这尴尬的气氛里有一丝杀气 于是他决定想办法跟他们打好关系 刚出门就看到光头保镖手里拿着刀 大嫂你终于出来了 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吧 他吓得大声尖叫 下一秒光头保镖展示独门绝火 将苹果皮削成了花 这波操作下来让他哭笑不得 请问还有苹果吗 我也想露一手 几分钟后苹果花便摆上了盘 大嫂的刀工好厉害 紧接着光头保镖地上一杯红茶 敬仰大嫂 出于职业本能 这茶闻上去就有问题 于是他以茶太烫为由暂且搁置 丽渊不确定是泡茶的人问题 还是这里人手太子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不是故心也的指使 毕竟他不需要如此麻烦的方法 即便刚那水果刀又是塑料的 可以确定的是 这间屋子里有其他人想害我 而且这个想害我的人还很怕我 那么我就耐心一点 陪他玩玩这猫抓耗子的游戏 这边松罗看着霍君泽照片 倒有几分顺利 他对故心也忠心耿耿 执行力虽好但缺乏谋略 手下提议相比 故心也的狡猾谨慎 不如从霍君泽下手 例如使个美人技什么的 那你觉得让谁去合适呢 我可以为老大献出一切 但霍君泽不耗我这口 这时手下通报在别墅外 抓住了一名医生 听说故心也介绍老大为夫人 并且说老大失忆了 果然故心也这条大尾 把狼一直缠老大身子 现在老大温顺的跟小绵羊一样 那不得被他换着花样调教 想到那么要强的老大 受到这样的屈辱 松罗决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要尽快救出老大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 却因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 手下得知老大被青龙会囚禁 担心他受尽屈辱 必须尽快潜入敌人阵营 于是松罗乔装打扮成女学生 然后假装在青龙会门口挨七分 果然成功吸引了霍君泽的注意 下一秒他便一个飞脚踹了过去 赶走了小混混 松罗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望向他 拜托你能送我回家吗 而此时的女大佬虽然失忆 但是智商却一直在线 为了找出往茶里加料的人 他等到茶都冷了 那人也没有行动 后面的光头保镖便上前提示 茶要趁热喝 果然端茶和加料的人都是他 谁料他却担心 珍藏的茶叶浪费要先干为敬 下一秒 李渊仪的大逼都便删了过去 有蚊子 光头保镖看着珍藏的茶叶 摔得稀碎心疼至极 委屈巴拉的称 似乎在那道光里看到了太奶奶 没出息的家伙 放心吧 蚊子已经死透了 看来不是端茶这人要害我 他刚才是真心要喝下去的 没想到投毒的人这么谨慎 看来也只能等那人再行动 谁料那黑衣人又出现了 而顾兴也正在会所接待 麒麟商会的料组 他打着店里来了不少新妹妹为友 邀请顾兴也到店里做客 顾兴也却以晚上有事为由而推脱 那怕不是顾总金屋藏了美娇娘叶叶做新郎了吧 这时顾兴也接到手下的电话 得知丽渊出事便匆忙地赶回家中 而这一切都是这个廖总精心策划的 此次登门造访就是要亲眼看他着急的样子 这只是他计划当中的第一盘菜而已 等他回到家就会发现笼子里的金丝却早已遭了毒手 他飞奔着跑回别墅 丽渊呢 推开门那一刻他却悠哉地吃着薯片 我没受伤是不是有点失望 看到他没事这才放下心来 下一秒丽渊拍了拍床他 过来坐 我慢慢讲给你听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 却因意外失忆变成了小绵羊 可邹家却没打算放过他 先是医院暗杀又是酒里下料都没能成功 因为他只是失忆而不是变杀 即便是面对长枪短炮他也临危不惧 这样的气场倒是让黑衣人胆战心惊 才让他有了0.5秒逆转的机会 下一秒子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向他 面对危险使他异常兴奋及时闪躲 仿佛是嗜血的野生动物一般 随后便是一个飞腿踢了上去将他手枪踢飞 眼看不是他的对手 黑衣人连滚带爬地逃跑 然后向他丢来了烟雾弹 才让黑衣人趁机逃走 这要是以前一只苍蝇都不能从他的身边活着飞走 顾星也听完这些不禁背后冒着凉风 李渊则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看着他 所以你就这么让他跑了连脸都没看到 当然没有看到 看来这房子里藏了一些见不得光却还想捣乱的老鼠 是该好好收拾一下了 可李渊却依依不舍地叫住了他 李渊的神情有些慌张 因为刚差点被枪杀可老公怎么都不安慰一下呢 顾星也则是玩味地回了一下头 走到他的身边看着曾经那个冷血的大老 然后用手抚摸上他的唇 我本以为你不需要那种东西 因为他的体内如野生动物一般炽热 渴望被抚慰的浴火才是真正的李渊 他躲开了男人的手势口否认 下一秒便被推倒在床上 男人试图用热吻来安慰他受到的惊吓 可他却像个泼妇一样将顾星也踢开 他便迅速起身 就说你不需要安慰 待到深夜他独自一人睡在空荡的房间 黑暗中门缝闪出一道亮光 是顾星也缓缓爬上了他的床 然后拿出那尖锐的刀指向他 没错他又来试探李渊到底是在演戏还是真的失忆 真想他一辈子都这样该多好 刀子落到他的面前 李渊也没有醒过来 看来是真的失忆了 那么晚安老婆 而此时的李渊早已手心冒汗 等到门关上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他才觉得顾星也似乎对他有偏执 并不是想杀他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 却因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 手下得知大佬被青龙会看守 便想尽一切办法救出老大 这天松罗乔装打扮成女学生 故意在青龙会门口挨欺负 成功引起了青龙会二把手获君责的注意 为了感谢他的出手相救 松罗穿上吊带短裙端来红茶表示胆谢 不禁女色的霍君则看了他的装扮都不禁流汗 紧接着他眼含泪花又提起 刚刚真的有被吓到 男人见状连忙上前安慰 好了好了 没事了小姐 不经意就扶上了他的手臂擦出火花 然后满脸娇羞的将手松开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这家伙还真是能装 倒要看看他装到什么时候 松罗将茶放下 我的名字叫宋柔 然后装作可怜兮兮的称自己独居 经常被附近的小混混骚扰 看他没有反应便越说越离谱 有一次还被他们 下一秒霍君则果然被激怒 被他们怎么样 他哭唧唧称被他们跟到了家里 有我在你放心以后都不会再碰到这种事 为了拿下霍君则 他便故意将茶水打翻 然后装作不经意的滑倒 男人一把搂住了他 你没事吧 紧接着他便谎称自己的脚步小心扭到没法走路 下一秒霍君则便一个公主抱将他送回卧室 眼看猎物上钩松罗露出满意的笑容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体子 接下来就差一步了 为了救出老大他宁愿牺牲色相 谁料霍君则将他放到床上便给了他一张名片 你好好休息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先回去了 松罗的脸顿时气到发青 这他们算什么 次日霍君则趁着老大不再便将别墅的保安都叫了出来 我们当中有人要杀了立渊小姐 今天我就要找出这个人 接下来被叫到的人跟我进书房 可半小时的审问过去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他不由的羡慕立渊还真没见过老大为谁这样煞费苦心 那霍先生就没有遇到让你在意的女人吗 此话一出他的脑海竟闪过那个被救的女学生 这时立渊趁机试探的询问 顾兴也和我之间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看他立马提高警惕的样子 看来是问了不该问的话 就当我没问过 他沉默许久说出实情 当年你和老大情理金奸但你却深深伤害了他 失忆的立渊想不通到底是什么是伤害了他 你背叛了老大 比大佬一觉醒来身边多了个帅老公 但这个帅老公却对失忆的他处处防备 于是他便找人私下询问俩人之前的关系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他曾经竟然背叛了老公 立渊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出轨了 但是有这么帅的老公为什么还要出轨 难道是吃腻了山珍海味想换口味跑去吃窝头咸菜了 当他还想询问具体情况时 霍君则将下一名保安叫了进来继续审问 枪响的时候你在哪里 有的说在库房收拾东西 有的说当时在厕所拉屎都没来的吉提裤子就跑了出来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臭味 立渊一脸无奈 因为枪击之前别墅公共区域的摄像头就已经被损坏 所以他们的话已经无法证实 霍君则让他安心休养剩下的事由他来查清 立渊刚想询问出轨的事 他却火急火燎的走开 可无论是相貌还是身材 顾兴也都是男人中的吉品 自己怎么可能出轨呢 难不成他那方面不行 以顾兴也的性格 他是不会放过背叛他的人 那么自己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 当务之急还是要想尽办法讨好这个帅老公 让他断了对我的杀心 于是他在厨房忙活了一整天 就为了给他做炖美味佳肴 男人回到家找了他一拳 没想到他在厨房里面稀稀锁锁 下一秒他嗲声嗲气喊上老公 你今天辛苦啊 我特意为你做了你爱吃的菜 然后双手奉上他做了一天的糖醋排骨 顾兴也震惊 难不成今天又有刺客暗杀你 所以刺客都被他做成了下酒菜 看着那黑暗焦糖排骨 这是明目张胆的想毒死我呀 丽渊却当宝贝一样让他快尝尝先 眼看盛情难却 虽然吓得冷汗直流也要将他吃掉 一口下去外壶里 放在嘴里又咸又甜 丽渊满是期待的等着他的好评 下一秒便吃得一干二净 好吃 然后又靠近他的耳边温声说道 下次再做给我吃好吗老婆 随后便以公务为由先行离开 丽渊拿起那糖醋排骨试吃才发现 简直难以下咽 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背叛他的事 还能让他这样包容我 与大佬失忆变成小绵羊 可仇家却没打算放过他 先是依然暗杀又是别墅投毒都没能成功 还不是因为他有个又帅又爱他的霸总老公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霸总的正牌女友却找上了门 一天没有查出内鬼 丽渊就是危险的 于是顾兴也联合霍君泽下了个头 他们一起来到商会的地下室审问黑衣人 已经过了半个月他还是不肯开口交代 即便他不说也已经是部主的心腹大患了 随后两人便一同走出地下室 很快帮派的小弟便拿着刀走向黑衣人 就在他以为终于可以杀他灭口拿到报酬时 才发现眼前的黑衣人是假人 这才反应过来是中了几 原来是你 怪不得医院看到丽渊的第一反应就想杀了他 说出幕后主使就饶了你的狗命 得知是麒麟商会的谬老大主使 确实在顾兴也意料之外 因为他得罪朱雀商会得不偿失 那么这个背叛青龙会的家伙 收了钱怕是没命花了 这边丽渊继续想办法和老公搞好关系 不然顾兴也一个心情不好他就没命 那么拉近男女之间距离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卖色象 突然他的头一阵巨痛 那个曾经的自己手握刀刃浮现在脑海 受了伤的顾兴也看不惯他靠浅薄的情欲来抹平背叛 而他只不过是想看到丽渊在绝望中挣扎死去 想到这里丽渊情绪崩溃 这时门外突然吵吵闹闹 一名短发女子不顾光头保镖的阻拦闯入别墅 下一秒便删了光头保镖一个大逼斗 顾兴也在哪里 看到丽渊才让他停了下来 原来是金屋藏娇了 丽渊看他有种正宫来抓小三的架势 但不知对方是什么人的情况下 第一条就是伸手不打笑脸 于是他主动示好 小姐姐要吃薯片吗 谁料他却突然黑脸 你竟然叫我姐姐 紧接着便说他要比自己大一年零四个月 还张牙舞爪的要上前挠人 担心丽渊受伤光头保镖极力阻止 丽渊却劝他不要太过激动 冷静下来后短发女子放出狠话 你只不过是在博取星野哥哥的同情 厚着脸皮不走 既然你这么爱装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叫丁绿莹 是顾星野的正牌女友 以这个不要脸的小三给我滚出这里 丽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就成小三了 比大老师一身边却多了个帅老公 本以为这个老公能护他周全 可家里却安排了一群保镖处处对他戒备 为了查清楚这个帅老公的目的 他只好向找上门的正牌女友套话 丁绿莹见丽渊在星野哥哥家中便撒起了祸 像你这样野蛮狂妄的女人 哪个男人会看上你 星野哥哥只不过是想报复你的背叛 他留着你只不过是你对他还有利用价值 果然顾星野将我囚禁在这里是另有所 下一秒丽渊试探询问 若你是他的正牌女友 顾星野有跟你上过床吗 丁绿莹顿心虚 正牌女友连床都没上过 那我就警告你不要太嚣张 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还自称是正牌女友 被激怒的丁绿莹为了证实自己是正牌女友 便说他和星野哥哥是死对头 应该是手里有重要的东西所以才留到现在 就是假装失忆也不能抹平你砍过的那一刀 原来他纹身处的伤疤是我留下的 所有的事情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 难道我之前是那样的恶人 这边顾星野来到总商会化石人办公室做客 丁绿莹的父亲客气表示 盈盈总去麻烦你真是辛苦你了 顾星野称那都是小事 只不过现在丽渊在我家里 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 为了保全女友的幸运 顾星野称只是想报当年之仇 况且他手里有四方印 等拿到之后必将双手奉上 临走丁元还不忘提醒 希望你也能像你叔叔一样坐视不留后患 放心丁叔 四方印交给您后我定会亲手了解他 从这几天得知的信息来看这个家是待不下去 于是丽渊开始整理衣物打算与顾星野告别 男人回到家中立马慌乱 丽渊你要去哪儿 他委屈巴拉的称 是你的女朋友找上了门要我滚出这里 得知白天丁绿营来过家里 他连忙解释 那是总商会化石人的女儿 俩人只是认识而已 丽渊却说对他的情债不感兴趣 而且也不想做他池塘里的 面对他的挽留 丽渊再也演不下去 你美其明曰是在保护我实则另有目的了 与其这样互相猜忌不如把话说开 你身上的这个伤疤是我留下的 你一定很恨我对吧 男人失口否认 称自己对他没有丝毫怨恨 下一秒直接将他抱起 顾兴也 你什么时候能像你身体一样诚实 与大老师一醒来身边却多了个帅老公 本以为俩人曾经是很相爱的一对 可经过几天的相处 帅老公不仅对他衣食住行处处防备 就连小三都找上门都说他当初背叛了老公 这让他在这个家待得越发不安 于是他便想尽办法说服老公离开这个家 这天他趁着顾兴也对他的宠爱把话说开 你很享受这种掌控我一切的权利吗 可男人却失口否认 一直打着保护他的旗号将他囚禁在别墅 丽渊你要相信我对你并无恶意 但是你让我吃来历不明的要还拍一群小弟真枪实弹的看着我 换做事你会怎么想 男人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 那么你想要什么 丽渊坚定的回应 放我走 顾兴也一把拽住他 外面很危险 你不知道有多少眼睛正在盯着你 丽渊已经听过他的这套说辞 因为他背上的伤疤是他留下的 而且留在这里对恢复记忆一点帮助都没有 下一秒他缓缓靠近男人 然后用手掏出他身上的枪 你若是不答应我 我就立刻死给你看 顾兴也见状连忙安慰 无奈只好答应他的请求 但是放你走可以要答应我一件事 果然他的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 谁料他却只要求丽渊出去以后要保护好自己 而且还会在家里等他回来 这样肉麻的话让丽渊简直不敢相信 丽渊嘴上答应了 但是心里已经暗下决心 这一次出走便将不会再回来 重获自由的他走出别墅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到梦里常见的那座带有院子的房子 他心想从别墅后门开车出来 而且还带走了顾兴也的枪 车子都是防窥车窗应该不会有人发现的 但顾兴也最后的那段话有几分真心 下一秒对面一辆卡车直奔他开来 让他来不及闪躲直接撞到了左侧的护栏上 随后车上下来几名黑衣人 而丽渊已经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卡住动弹不得 没想到别墅内有内建 就在他绝望无助时黑衣人被后面的子弹射击 一名身穿白色风衣的男子朝他走了过来 然后亲切地叫他冤冤 比大老失忆后身边多了个帅老公 本以为他与老公曾经相亲相爱 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 他得知自己曾经背叛了老公 这让他整天坐立不安想尽办法尽早离开这个家 终于经过他的软磨硬炮成功离开了别墅 谁料出门就遭遇黑衣人劫持 顾兴也之所以放心将丽渊放走 是因为他已经在外放话四方印在他的手中 即便是坐上掌门人的位置 没有四方印也名不正言不顺 没有办法将他救出来除非遇到那个疯子 没想到顾兴也担心的还真就发生了 丽渊看着眼前杀人不眨眼的噩梦陷入沉思 曾经的自己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 不管怎么说还是假装熟悉就好了 他露出招牌假笑好久不见 而这一举动让灰毛愣了神 察觉到他的异常便上前询问 渊渊你很奇怪难道是刚车祸失忆了 若是渊渊忘了我的话好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丽渊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拿起玻璃碎片 下一秒一个划痕在他脖子处上 管他是谁 这样一个变态还是不认识为好 就在他起身逃亡之时 一颗子弹朝他飞了过来 这才是我认识的渊渊 可惜你总是忘记捕刀 随后他便撞倒在地 那不如就住到我家里叙叙旧吧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 却遭人暗算失忆变成小绵羊 当得知他没有死时仇家还没打算放过他 又是医院暗杀又是别墅投毒都没能成功 手下为了尽早将他救出来 便乔装打扮成学妹潜伏到霍君泽的身边 一向不敬女色的霍君泽对他怜香惜玉 这天带他到山顶散心 这是我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来的地方 松罗听见那两个字脑海中浮现的 就是他那赌徒父亲 他的父亲因为欠下赌债而被找上门 无意间看到弱小的他便动了歪心思 想到这里松罗便哭得梨花带雨 霍君泽慌张 怎么突然哭了 他表现得很柔弱的样子称只是触景生情 男人满是愧疚 都怪我不好 没关系有你就够了 下一秒松罗便吻上了他的唇 这边立渊为了尽早恢复记忆像 顾心也请求离开别墅 可他刚出别墅就又落到一变态手里 原来是橡胶子弹 立渊的头部有些轻微擦伤 银毛将玻璃碎片从身上拔下 果然是心狠手辣的渊渊 很痛但不碍事 看来这个家伙之前也认识了 那么只能跟他走兴许能找寻更多有用的信息 于是俩人互相简单处理下伤口便一路向北 而立渊之前从丁绿莹口中知晓失忆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为了不让这个变态发现失忆 他只好演戏 这时霍君则出现在窗外 难道那是他的女朋友 竟然有小情侣放烟花 这地方僻尽干点什么可真方便 没想到这个家伙脑袋里竟是黄色废料 谁料他却说方便杀人后抛尸 遇到熟人要停下来叙叙旧吗 想到刚逃出顾心也的手掌 还是离他的人远点好 与大佬为了查清失忆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丢下了帅老公独闯江湖 可没想到被一个疯子缠上 当疯子告诉他那瓶没有标签的药室治疗失忆症时 他才明白老公真的不是要伤害他的人 立渊坐上副驾驶 疯子便带他来到一栋荒芜人烟的别墅 这里乌鸦满天飞看着就很阴森 他小心翼翼的走进别墅四处观望 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没想到这里有如此完备的医务室 还有药剂室和制药实验室 由此判断这个疯子可能是医生 这时疯子却让他先去洗个澡 立渊见他如此轻松的说出这样的话 难道俩人曾经还是比较亲密的朋友 于是他像个害臊的大姑娘 在这洗澡好像不太方便了 下一秒疯子又一次被他的举动震惊 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在你洗澡的时候偷看吧 既然他这样说看来我们也就是普通朋友 谁料这个变态却突然妩媚的看着他 这孤男寡女身宅大院倒也可以做点什么 立渊一脸嫌弃的看着他 难不成他要耍流氓 下一秒他那张人畜无害的脸 却说出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最完美的切割就是一边洗澡一边切割冲走血迹 看来这个变态的脑子里只有鲨鱼 还是小心为妙 紧接着他却提起有些工作要立渊随他过去 原来之前和这个疯子一起研究仿制药品 立渊看到这一粒粒小药片 想到了自己在顾兴眼那里吃的药 于是他拿出瓶子让疯子去帮忙测试一下成分 虽然自己也曾偷偷吐出去过 但由于检查的太严格也有部分吃下去 疯子以为又是一笔不小的买卖 便立即上楼检验 随后立渊来到书房 胜中二字挂在书桌后面 他看着上面的落款是曾经的自己写下的 不疑会疯子带着鉴定结果走出实验室 这是一种促进大脑新陈代谢的药物 简单来说就是治疗失忆症的药物 立渊恍然大悟 原来顾兴也真的没有要害我 可疯子却说这种药适用于小众人群 而且仿制也没什么利润 随后便怀疑这要是立渊自己不用 糟糕被这个疯子知道就小命不保 他解释是一个朋友在用 随后疯子走到那幅字的旁边 说这是冤冤送的书法很有纪念意义 立渊看着自己默认识 可疯子却露出诡异的笑容 那么冤冤 我的名字是什么 被挟持的他大脑一片空白 可恶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 给大佬为了找寻丢失的记忆独自出走 可半路却遇到的疯子将他拦下 疯子察觉到他似乎失忆 几次都要解决掉他 若是这次再叫不出疯子的名字 怕是小命不保 立渊看着墙上的圣众二字 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他的名字绝对不是圣众 下一秒他转过身对疯子说 晚安千里 听到渊渊叫出自己的名字 疯子高兴不已 看来是猜对了 根据自己的了解千里就是将虫子拆开 放完他躺倒卧室的床上 忍不住留下伤心的泪水 好怀念顾兴也家舒服的床 还有就是他提供的贴心哄睡服 久久不能入睡的他听到楼下传来光当的声音 于是他穿上睡裙下楼查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深更半夜疯子竟然在地下室研究干事 眼前这一幕直接震碎了他的大脑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头痛 而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似乎也浮现在脑海 他的父亲在他八岁那年带着一个女人离开 而他的母亲却一直坚信那个负心汉会回来 直到鸡劳成疾而病倒 家里已经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 何况是给母亲治病的药 于是他跑遍整条街终于有好心人给了药 可回到家母亲已经香消欲损 又晓得他面对死亡还没有概念 他就这样陪着母亲生活一段时间 直到身体腐烂味道引来周围民众 他哭喊着不要带走母亲 因为母亲还没有等到父亲回来 后来他被送到了孤儿院 直到后来遇到好心人收养了他 孩子我帮你安葬母亲 从今以后就跟着我吧 这是我的侄子 以后我们就一起做个伴 那个男孩好熟悉 比大老失忆后身边多了个帅老公 可经过多日相处 查清真相 丽渊决定离家出走找寻丢失的记忆 直到他看到半夜疯子在地下室做实验 脑海里终于浮现过往的种种 曾经自己身受重伤 他本想让男孩快逃走 可男孩非但没有走 还对他深情表白 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你了 如果我们两个这次逃出去 你要给我做老婆 自从被那个叔叔领养后 丽渊就和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弟弟成了好朋友 俩人从小青梅竹马 一起在樱花树下埋下彼此成年后的礼物 并约定要15年后才可以打开看 也不知道这个时光胶囊能不能保存那么久 这时男孩对充满变数的未来发出质问 我们15年后会变成什么样了 还会像现在这样亲密无间一直在一起吗 丽渊很肯定的回应会的 我会一直守护你支持你 并且承诺丽渊永远都不会背叛他 那句顾星野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也浮现在脑海 可画面一转 他就变成了阴冷的女大佬 然后恶狠狠的对着顾星野 我说过挡我折死 即便对面站的是顾星野也不行 丽渊在睡梦中喊出星野 然后猛地坐了起来 疯子却出现在他的床边 渊渊你怎么可以在我的床上喊别的男人的名字 原来昨晚因为在密室看到干尸受到刺激而晕倒 是这个疯子将他带到这里休息 丽渊则是想到梦里那个与顾星野约定的粉色樱花树 便询问他附近有没有什么岛开满粉色樱花 疯子倒是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只是说要陪着他到码头问你 丽渊则直接丢下这个疯子即刻起身 与大佬失忆后身边多了个帅老公 可他却在身边人得知当初自己背叛了老公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他在梦中梦见两人在樱花树下一起埋下的时光胶囊 于是他决定即刻起身寻找梦中樱花树 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一座开满粉色樱花的岛 因为那棵树下有和顾星野一起埋下的胶囊 说不定能让我快速恢复更多的记忆 光头大叔猜测他说的应该就是红波岛 只要给我一千块我就带你过去 于是丽渊就踏上了这条贼船 这时有个男人跟随上了船 要付三倍的价钱顺路到红波岛 丽渊起初没有在意 可当他上了船 看着身高体貌好像在哪见过 难道他是顾星野 船刚开动男人就察觉不是红波岛航线 光头大叔却叫他少管闲事 既然收了他的钱自然会将他送到地方 丽渊询问把他送到地方那么我呢 船长阴沉着脸 至于美女有人想见你一面 劳烦配合 这时身后出现撒壮汉 乖乖别动 我们只是把你送过去 就凭你们几个小毛贼也敢送我 下一秒他掏出随身携带的酒吧 还是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 咔咔几下后面的毛贼就被立冤撂到 可关键时刻子弹却用光 船长拔枪威胁 没子弹了吧 还是乖乖跟我走吧 谁撂旁边的男人掏出手枪威胁船长 我这里有 让你的人马上停手 可是他们有十几个人就凭你俩杀得过来吗 何况这茫茫大海你们是跑不掉的 故星野威胁到 要滚蛋也是你们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要么跳海逃命要么死 比对大佬只是想找寻丢失的记忆 却被仇家盯上以为是拿回四方印 顾星野为了保护他的安全跟随他上了贼船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要么跳海要么死 立冤没想到真的是顾星野 虽然只分开一天 但居然如此期待见到他 就这样黑星船长被他赶下了船 没想到顾星野会这样轻易放过他们 要是按照以往会将他们都消灭 如今立冤可是他们的大红人 所有人都在到处寻找立冤的下落 没想到他却主动送上门 可他只是想找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很美开着粉色的话 顾星野意识到 他说的那个地方是俩人曾经的回忆 随后立冤询问 他真的不计较砍伤了人 还抢走他的东西吗 而且还要带他回家治疗 相比温柔到感化威胁 岂不是来得更狂 听到这灵魂的拷问 顾星野直接询问 在立冤的世界里是不是利益才最重要 他肯定的回应没错 若是有人拿走我东西还砍伤了我 我定会狠狠地报复回去 何况是曾经亲近的人 那就更不可原谅 若你是背叛伤害别人的那一方 也会希望对方如此报复你吗 在他看来既然做了恶 就要承担一切恶果 这才是顾星野认识的立冤 那么我带你去那个地方吧 我猜你要去一个到处 都是粉色花朵的倒影 因为那里有你的回忆 还有时光胶囊 就在立冤满眼期待的时候 岸边一颗导弹发送了灌 船瞬间被炸毁 因为黑星船长在船上装上了窃听器 俩人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既然已经知道老板要的东西在哪里了 所以留着他们也没有什么用了 这一秒两人还在船上聊得好好的 下一秒就被炮轰到海底 立冤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梦 顾星也穿过海域亲吻了他 这个梦那么真实 不知过了多久 立冤被海水冲到了岸边 没想到自己还活着 而且还被冲到了一个岛上 恍然间想起身边的顾星也不见了 难不成他是死了吗 于是便陷入自责当中 他一定是为了救我才淹死的 回想当初他明明那么照顾我 而我却一直怀疑他 可自己就像个废物一样 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与其在这里沮丧傲骂 倒不如先振作起来四处看看 有没有食物和水 他走向森林里面 扫除层层障碍来到一处似不有人烟地方 忽然眼前惊现一处室外桃源 房子周围长满杂草开满鲜花 难道这就是梦里飘满粉色花瓣的红波岛 此时黑星船长以为解决掉了立冤正在炫耀 正想着给老大打电话汇报 却发现怎么都打不通 而且身体也不受控制 下一秒千里便坐到了他的对面 不要紧张 只是给你们打了点耀耳 于是便询问立冤的下落 就凭你们这种垃圾也配杀死立冤 随后便亲手解决了他们 与大佬为了找寻丢失的记忆踏往红波岛 却遭仇家暗算掉进海底 睡梦中是顾星也将自己救到岸边 可醒来他却不在身边 他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难过至于他前往岛上一处小木屋 那不正是梦里那座开满粉色樱花的地方 走进屋内就觉得这里莫名的熟悉 每个角落每个东西都仿佛有自己存在过的痕迹 屋内还摆放着一台古老的电视机 旁边还有一盘写着他名字的录像带 于是丽渊将录像带放到电视机里播放 当初他与顾星也而识的画面出现在眼前 还有顾星也的叔叔 原来几人一直生活在这里 丽渊被眼前温馨的画面感动 这是画面中小星也对着镜头说出那个樱花树下的秘密 这才让他想起来要去找那棵树 他推门走出就看到那棵海边的樱花树 紧接着他迫不及待地用双手去挖 果然时光胶囊被挖了出来 他看着胶囊却一点都想不起来里面放了什么 随后打开的第一个胶囊是顾星也的 里面装着三人的合影 还有就是他留给丽渊的信 那是一封长大后的告白信 字字真心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看到这里丽渊不禁流下伤心的泪水 他真的死了吗 此刻他真的好想顾星也 就在情绪崩溃之时 他突然想查看一下自己的时光胶囊里放了什么 没想到居然是四方印 历代总商会画室人的硬件怎么会在自己手里 传言中四方印里藏着秘密的宝藏 四方印在上一任画室人手中下落不明 现任画室人没有四方印难免名不正言不顺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释后面一个人叫住了他 冤冤你果然没死 原来是千里文迅追了过来 他下意识地将硬件藏在身后 千里你怎么来了 不见识地心 我感想不敏感 对我感动 我感受你